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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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对外发展工作的概念就是说 阿关做主持人 但是不主持节目 那阿关可以领主持费吗 据说可以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王丁宇泽天正面迎战媒体 被问到说你到底有没有跟颜若芬联络呢 有没有跟你房东联络啊 她说没有联络 那媒体有在问 确定没有联络吗 为什么不联络啊 她说那你有跟你妈联络吗 我当然有啊 每天都跟我妈联络 好 男主角没道歉 女主角道歉了 女主角没有此发言人 但是暂时不进行发言工作 这是某种程度的断尾求生器具保帅吗 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一个礼拜了 那如果说我们这一个礼拜 如果说以偏绿营的一个媒体的话 可以讲说完完全全没有报道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讲说 发生的时候男女主角 第一部曲定位为就是 房东跟房客的关系 首部曲是房东跟房客 定调了 好了 那到了第二部曲的时候 就是要下令风口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NCC 注意一下 你看看这个二部曲 我们来统计一下好吗 宅神朱雪盒 雅虎新闻呢 这个新闻报了91则 91则 TVBS报了41则 中央社年代新闻一电视 各报一则 民事呢 民事有报吗 三例呢 三例有报吗 都没有 不好意思 什么事 不是新闻吗 不是只有讲说新闻没有报 不是 公众人物 特别政治人物的私德上被检验 本来就是啊 如果说我们一直在讲说 民进党的一个双标 那你看到如果今天这件事情 是蓝营的民意代表的话 那我相信 包括了其他这些偏绿营的媒体 你看到那个电子媒体 每天一直跑 一直跑 即时新闻一直跑 甚至于政论节目 也都一直讲 但是 但是我们要反过来讲 当蓝营的政治人物出带节目 TVBS报不报呢 也报啊 有报吗 也报啊 可以进口出来 也报啊 都有报 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 我相信现在的媒体 资讯很发达 大家只要去搜索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到是讲说 我这样一直跳出来的 那个画面 跟那个折数有多少了 我吃保留立场 要查一下 我要查一下 才知道有多少包 可以查 我来回想一下最近到底 大家都可以评认报 蓝营的哪一个出包 我再来搜一下 最好都不要出包了 对 公众人物 政治人物 最好都不要有 让人家有 瓜田理下之嫌 这个我觉得 本来的 但我们回到二部曲了 你刚刚谈到 整个事件发生的 首部曲的作战剧本 面火剧本 第一部 先定调是访东访客 对不对 第二部呢 先封扣 所有的媒体晋升封扣 不要 你包括有一些 这一些 政论的名嘴 准备好了 下午要去露营的晚上讲了 结果到现场 好了 抽掉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谈 现场抽掉题目 对啊 就是换题目了 就偏绿营的媒体朋友 他们这个政论节目就不谈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 让人家很难理解的 但是 但是 我不知道这样直接讲好不好 自由时报报很多 自由时报 报很多 用三版 三大版 大篇幅 比蓝音的媒体 我说平面媒体 报的还多 为什么 这个感觉到 是不是有恩怨 我们不晓得 但是 据平面报道讲 因为是周景文很有尬词 你不觉得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阿贵我有听说 因为那个是盛美以前的老长官 我稍微讲一下 自由时报 为什么报那么大便 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 就这事情发生之后 永延的头 一定会到处去压 永延的头是 其实盛美姐 照平面媒体报道讲 在9号要报道出来之前 8号中午就有一场参训 勇言的头 因为永延的大哥是王定宇 那永延的头应该是 惊涛骇浪的海洋 是 就直接杀到某报社去 可是他这个动作做太大 所以让这个报社很反弹 因为报社会觉得 我们并不是自己人 自由时报不是自己人吗 不要这样讲 是自己人也不能讲出来 是不是 媒体不能直接这样讲 专盟友 对啦 好 后来呢 总之这个动作就是 适得其反 会让报社觉得说 你干预的太多了 如果不去报社的话 恐怕也不至于做这么大 这是都市传说 但是我再报 自由报得更大 但我再报另外一个料是 王定宇跟野若芳 这事情真的可以拍电影了 因为听说 本来要报出来的是 两家媒体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是一家媒体嘛 周刊 进周刊 其实当时是两家 那另外一家 也是周刊 对 为什么另外一家 后来没有出 被阴了 被阴了 这当中那个计谋算计 不如那再讲讲这一段 另外一家是一周刊吗 没有一周刊 那是 就 台湾只剩两家媒体 我不想害了另外一家媒体 这当中总之就是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这个料 就是爆料的人 多么希望 这个东西能够被爆到 他怎么被阴 他被阴的方式是这样 如果两家A媒体跟B媒体 同时去做对不对 是 那A媒体希望B媒体 不要做这件事情 A媒体会直接告诉当事人说 你被跟了喔 是某家媒体跟你喔 然后当事人就打电话 给这家媒体 所以更令人觉得匪夷所思是 当事人其实是知道被跟了 他还会这么的大辣辣做这件事 所以当事人直接call另外一家媒体 对 就打给另外一家媒体的主管说 干嘛啊 跟着干嘛啦 有事就问我就是了啊 很酷 问我就好了啊 跟什么跟啊 结果 这个被打电话这家媒体 就觉得 那既然都已经破功了 那就算了 就没做了 谁知道 嗯 好 结果另外一家就做了 对 就变成这样 不好意思以上都是都市传说 大家参考一下 那这样裴尾就不对了 唉呦 好啦 那我们再来讲 好所以呢 我觉得我今天是提在人头上 二部曲 刚刚讲到二部曲嘛 所以二部曲是下令封口嘛 是的 那第三部曲 那当然就要棄局保帅了 所以说到了这一个礼拜 所以今天是到第三部曲了嗎 就是棄严保王了 棄严保王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包括了圆若方 一个助理 甚至于他的朋友 在脸书发文的时候 为了要去就讲说 圆若方以前当议员的时候 都跟助理抢着要开车啊 然后甚至于 他在党部的时候 也会在同事回家 他好像是 这一个感情的绝缘体啊 甚至于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讲说 莫宇静与他的墨水故事 还归策 影射说 严恩若方 他是偏向于女同志这方面 是同志这一说 难怪媒体都用雷打响了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你这样子 给他归类的话 那严若方 明年要不要选 你之前 严若方的选区是在中山大同 中山大同啊 那是传统选区 对 传统的这个选区 那如果说你之前公投 对于这个同婚议题 来投票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 大部分在中山 甚至于在万华 大部分都是传统的这个选区 他的一个观念 是比较不只是同婚的 比较不一样 那如果以选战的策略来讲的话 以民进党 女性的这一个从政人员的话 他们大部分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照片 弄得漂漂亮亮的 会打美女牌嘛 那你打美女牌的话 严若方也是有条件打美女牌 对 他当然有条件啊 那你打美女牌的时候 那是不是会有一些宅男票 甚至有一些小第五票 第五票 你甚至于我以前 我们同选区的一位议员 他就讲说 苏贞昌就是现在的院长 以前他当县长 他讲说 你这个选区如果出去 最没一万票 你如果说以打美女 选区的等会有一万票 你敢不敢说一下 我看有多漂亮 我就讲我同选区的 我同选区的一个民进党 现任议员 他那时候就讲 苏贞昌当县长的时候 就讲说 你这张票如果出去的时候 最没一万票 为什么 有小第五票 有财男票 那你是打美女牌啊 那你如果把严若方 为了要救她 然后你把她推向回 想说她是同志 那这样子 严若方明年还要选吗 但是如果严若方 没得选啊 如果严若方是女同志 那王定宇就解套啦 房东房客没关系啊 其实要解套我就讲 第一部局 你定位为房东房客的时候 你有把租任契约拿出来吗 没有嘛 大家也都在猜测 那你说这样子 你七局保帅 事实上 以王定宇委员 他在南部 偏绿营的一个选区来讲的话 对他根本就没有伤 但是如果说 这样子做导向的话 那你对严若方 未来和明年要选 议员的选群 他有帮助吗 没有 好了到今天 刚刚阿宽就讲了 严若方现在已经把 不执行发言人工作的发言人 对啊 目前的工作没有做 幕后的工作还是继续做 但是会做到什么时候 不晓得 这显然是在七局保帅 这显然是在进行切割 甚至有人说这是 因为严若方便算 如果民进党用女同志 来灭火的话 严若方可理便算 我们回来谈 这种坏性事情出包之后 利用各种手段灭火 特别是施压媒体的经验 据说盛媒很多 太多 甚至出动了总统府高层 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公众人物最害怕 被拍到不轮 因为一旦有这个消息出来的话 基本上他的公众形象 就已经扫地了 过去我们曾经拍到一个女主播 因为她的形象非常非常好 可是很妙的是 我们当时接到廖是这样 是说这个女主播的老公有外遇 那其实这个新闻 感觉很好看 因为女主播形象这么好 那我们就去跟这个女主播老公 可是问题是 一直都没有拍到 那没有拍到怎么办 当然就是一路跟女主播 有一天中午 女主播就是突然开车 从电视台出来 我们就一路跟跟跟 不知道为什么她在路边 就载了一个中年大叔上车 可是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到是谁 很奇怪的是 女主播竟然开着车 停到一个停车场 是中午的时间 然后两个人就在那停车场 停留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为什么要在停车场 停留一个多小时 接下来呢 就等到最后就发现 那个男生突然就从那个座位上 因为他们是把那个位置放倒 后来那个男生就突然坐了起来 哇 不得了 什么叫做位置放倒 我们就把 就是你的车子的座位躺下去啊 这里明显就知道了 什么我知道 你不要乱讲 这是那个椅子的椅背 椅背倒下去啊 所以他们两个在车内是躺着的 躺着的 躺着要干嘛 你问我 休息啦 好啦 突然这个男生就坐起来 一坐起来那张脸 我们狗仔都吓呆了 就是在电视上每天会出现的 某党政高层 某政治人物 那我们就偷拍拍拍拍拍 之后就发现他们两个人 也就后来坐起来 那个停车场有洗手间 他们就分别下车去洗手间 可是就是衣衫不整这样子 那后来我们就觉得 这个新闻太好了 我们就回去要坐 那又坐的时候 当时就以这个女主播的这个 这个就是她的这个形象 再加上那个党政高层 对不对 起码做三块百 当然 我们通常是这样 狗仔习惯是 在做这个新闻之前 你一定要问当事人的回应 是 一定要确认 确认再确认 万一是一个 长得很像这个党政高层的男生 那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确认 平衡报导 一定要得到对方的回应 对不对 就电话打去之后 当然对方就会讲各种理由 我说是在那边聊天 什么的讲了一堆 结果就在我们挂完电话之后 我版也做好 几乎要印的时候 就突然一声令下 三块版全部不见了 就临时抽掉了 因为总统府高层打电话来了 无论如何 那个版就是不能出 也不能见报 那你怎么办 而且所有照片 那马上就要印 三个版你要怎么办 我们就把平常做的那种 流稿 什么艺人的泳装照 艺人的包包 那种 这个把它放上去 然后 所以那个时候读者 应该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三版都要讲 艺人的包包泳装什么 就临时抽掉 换那个替用的版面这样 而且重点是所有的照片 一律销毁 那没办法 因为高层有打电话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更妙 这个是萧格的杰作 因为我们当时要拍一个女艺人 这个女艺人很神秘 又躲来躲去 但是我们打听出来说 这个女艺人 会去看一个减肥名医 于是我们就想说 去减肥名医的门口去等 那总会等到她吧 结果明明是应该在看诊时间 那个名医突然就这样子 鬼鬼祟祟的 从那个诊所这样走出来 到路边 然后就开了车就出去了 那我们的狗仔就会觉得说 他该不会是要去接 那个女艺人来她的诊所 那不就中奖了 对不对 我们就一路跟出去 就跟跟跟 也很奇怪 他就在路边突然停下来 就载了一个奥巴桑 一个中年妇女 不好意思中年妇女 他就上车了 上车之后直奔摩帖 大直内建你知道 好奇怪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在摩帖里问诊 真的喔 可是你知道他是 摩帖里通常不是问诊 就是选民服务 不然就讨论党政大事 他是减肥名医 不是妇产科 但是更妙的是 问诊减肥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我们拍完之后 那个民医就回家 就后来送了这个女生 回她的家 然后民医回家 这民医是有太太有小孩 所以小可第二天就去 她家的门口堵 那个民医 最好笑是那段影片 我有看 那个民医就出来要开车 对不对 她正要上车 然后小可就冲过去说 莫莫医生 昨天怎么 站了一个欧巴桑去看房间 你真的不能讲欧巴桑 民医就当场跳针了 有 有吗 有吗 你有看到吗 有啊 你明明就去哪里 然后民医就说乱讲 乱讲 你明明就带着人家去 那个什么摩帖 她说内诊 我只是去内诊 然后你知道小可还问一句 内诊 你不是妇产科 你记得吧 你减肥的 然后那医生又气死了 就把门打开摔了就走了这样 然后各位就想说 奇怪 这则新闻为什么没有看到 对不对 你的也消失了吗 也被消失 我们做好了 不见了 猫警政高层 去关说这件事 而且内卫高层 现在 我就不好意思讲 仕途非常好 不要去肉厨 我会怕 好吗 好 鼠掌等级的吗 鼠掌等级的 对 你要扛住压力继续登 你好意思 你以前是我同事 你还好意思这样 所以明显可能也碰过这种情况 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吗 非常多 还有一种就是幼稚以利 放大觉有三招 第二招叫做幼稚以利 某大亨 当时在婚姻的状态之下 跟某个名女人被拍到了 在约会 那拍到之后 大亨很厉害 给了一笔不少的润笔费 我们叫润笔费 这润笔费给了之后 当然新闻也就消失了 可是大亨真的很大方 我会还你的 初来玩总要还 对不对 几年之后 大亨单身 跟某位名女人约会 跟上次那个不一样 马上照片都清清楚楚的 就知道说是大亨 还给记者的一篇大力 就是一个独家 那大亨比政治人物够意思多了 你不要再描述了 好可怕 我知道 好 第三个放大绝 就是死缠烂打型的 为什么呢 这两个人的名字我可以讲 第一个是我们的新闻前辈 叫叶树珊 那叶树珊 她过去曾经在某个宗教台 担任高层主管 那当时我们的狗仔是这样 其实不是要跟她 其实是在饭店拍到她 跟另外一个男生约会 她当然也是一直跟我讲了很久 哭哭啼啼啼讲了半天 但最重要的是 她是不是在传教 她是跟我讲说 叫我不要登 要不然她要跟上人报告 蛮麻烦的 但是第二天 其他报都有了 这也是我们记者最害怕的 这一招真的是 漏新闻 对 后来你们就没有登 因为怕她被上人责备 不是 我们登了 但是第二天加码再登一篇 狠狠地骂她 身为新闻媒体 不可以做这种事 所以你的意思是她发现 她说不懂你 干脆给各大报都登 对 变成一个通稿 搞成你不是独家 所以这是放大绝的三招 但我们还是回来王定宇的灭火计划 现在其实当然党政高层 全力要灭火 要保王定宇 这其实蛮像之前蔡世英那个案子 蔡世英那个案子 跟王定宇的危机处理 几乎是同处一撤 刚才我认为有说 人在江湖 谁能不哀刀 重点是 那个原文叫做 人在江湖飘 谁能不哀刀 对 重点是 哀刀之后怎么处理 要上班 还是自己鼓鼓的 自己童腰睡的点点 蔡世英是这样 蔡世英其实大家看好 未来有可能参选基隆市场 可是今年大概过年后 2月23号的时候 电视台有报导 就说指控 高雄一个物流公司指控说 一个立马院的黄信助理 乔治基 他的助理吗 有暗示是他的助理 甚至有指控一个民进党的 中职委介入 前后收了600万 这大事 不得了的指控 这就真的 这现在重大弊案 民党要重视 当然被暗示的蔡世英 当天晚上就发出声明稿 那不是我 没有这回事 澄清绝对没有卷入 那后来隔天 隔天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就公开在脸书点名蔡世英 就问蔡世英说 这个黄兴耀 这是你的办公室主任 就公开点名是他 就要他 就问他说这个姓黄的 是不是你的助理 对啦 蔡世英要出来澄清 后来 是就是不是又不是 讲清楚就好了 讲清楚就好了 后来罗志强 蔡世英就澄清没有这回事 还要说要控告罗志强 要告之前 罗志强就先去告了蔡世英 所以 罗志强先下手 为强先告了 那这样 除了蔡世英这件事情 说不清楚之外 集中民党在基隆市接连报 报了好几件 有一个他的正二代的议员 张炳君 就被单亲妈妈控告性侵 那当然后来不起诉 那张炳君就控告那一个 单亲妈妈诬告 这件事情近期要宣判了 还有比较夸张的是这样 基隆市四个警察 勾结犯罪集团 黑瓷黑 然后还有两个 两个警察把那一个 就是说相关的那个 犯罪的毒品 A下来 A下来 这件事情要去侦办 凡分一下 AP都有人A了 对不对 对了 这要查清楚 还有还没有 基隆市政府 林佑昌的眼皮底下 基隆市政府被搜索 有什么 他的那个 就是说都法局 那个商业处 包庇 涉嫌包庇 按摩店 这有很多 连续事件 在基隆来讲 当然过去大家讲 基隆在林佑昌这里下 做得不错 结果 连续发生四个危机 危机怎么处理 那这样基隆 会不会兵准 我刚才说的 人在江湖 谁都不哀悼 哀悼之后 基隆你看 原本大家看好民党执政 民党守住基隆 没有问题 接连报的事情 四个 那怎么危机处理 赶快嘛 撒娇 第一个 当然 万变不离本宗 押新闻 押制新闻 所以 TVBS一刚报导完之后 隔天 你把TVBS说出来 那不是 我说 我说 好 好 听TVBS安座 来说 没有 电视台 就说 先从原同控管 原同烈盒 我都冒汗了 当天那个 新闻连结 原始的 还有隔天入口网站 要顶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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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前掌官 都没有扛住压力了 好啦 后来 电视台内阵新闻就下架了 下架了 您隔天入口网站 全部都不见了 我们真的有包括立法院的同事 立法院的立委 就真的去查 隔天入口网站 所有相关的新闻都没有 那电视台要顶住压力啊 肩膀两个 有时候扛不起千斤万斩的压力 通常发生这种事出发 第一件事就是压媒体吗 观众主持人也知道 那个压力有多大 要扛住那个千斤万斩的压力 当然 灭火第一招就是源头控管 如果新闻源头不见了 或被压制了 新闻没有的话 大家都找不到啊 我觉得从 包括蔡司英 还有王定宇事件都看得出来 新闻上的压制可以去处理 第二个 就说合理化 合理化动机 比如说 找一个剧本 王定宇那个就是合居不是同居 就对外解释 合理化 你觉得合理吗 他没有合理化 他只是找了一个理由 跟阿基斯不小心滑进摩帖一样 也找了一个理由 但是你相信吗 合居跟同居 反正就是要合理化 合理化合理由 就是要找一个理由 蔡司英也一样 她就讲说 她的助理是在做选民服务 然后被厂商报复 这样啊 选民服务 第一个 这不是收费 这也不是敲台机 这是选民服务 然后是被厂商报复 厂商啊 那蔡司英已经承认是她助理了 承认她助理 可是是因为厂商报复 第一天干嘛说没有关系 对啊 所以至少信者恒信 不信者恒不信嘛 至少合理化她的动机嘛 最后一个就是说 以送指报啦 因为她说要去告罗志强嘛 然后后来包括 基隆市的市议员几个 也有去提告啦 所以这件事情就提告 最后由司法诉讼 所以就这三招啦 这三招是大概万变不离本宗 所以就说危机从 难怪王定宇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印象深刻 他说啊 那些报的人喔 好自为之 是要跟他们告吗 开始出索蜆 二人 三人 二人 二人 二人